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最近阿倫在便利商店有發現到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商品 一個泡麵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 喝抹茶或者是那個 吃抹茶相關的產品 阿倫自己本身是一個抹茶控 沒錯 我覺得阿倫很喜歡吃像是 比如說抹茶冰淇淋啊 抹茶餅乾啊 或是抹茶之前去京都那種 抹茶的八橋啊什麼都 非常的好吃 不過最近在日本出現了一個非常非常的 泡麵 是什麼泡麵呢 沒錯 就是抹茶泡麵 對 抹茶 泡麵 抹茶跟泡麵阿倫其實很難把他們聯想在一起 像之前阿倫有跟大家來吃過那個 日清的泡麵 就是カップヌードル的一個泡麵 然後最近他們推出了一個抹茶口味 到底當什麼樣子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給大家看一下吧 せーの 啪爛 抹茶 它裡面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說什麼很綠色阿 就是很多乾燥的蔬菜阿 還有它一般的那種 麵 好像還好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什麼綠綠的感覺 沒有什麼抹茶的感覺阿 聞起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抹茶味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泡來吃吃看 看看它到底是什麼味道 到底是甜的還是鹹的 阿倫實在是很好奇阿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泡泡看吧 好我們現在把它蓋起來 然後我們等個三分鐘 然後看看等一下會變成什麼樣子吧 好的我們現在已經過了三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來看看看看 抹茶的泡麵大概是長什麼樣子吧 來 各位你們現在是第一個看到的喔 來 せーの 醬 泡完之後感覺好像 的確是綠色的 它的麵是綠色的耶 它的麵是有帶一點微微綠色的 然後它湯也是有一點 微微綠色的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 像是 章魚 章魚一樣的東西 還有玉米粒 但是蛋吧這應該是它的蛋 等等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 趕快來試試看看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吃吃看這個抹茶口味的 抹茶口味的 泡麵大概大概吃起來是甜的還是鹹的 到底是什麼味道 聞起來也沒有什麼 抹茶的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囉 いただきます 好特別感的去喝一口湯看看 它吃起來呢 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 那種很淡很淡 然後甜甜的 抹茶的味道 可是呢 湯喝起來又是鹹的 然後麵吃起來是帶一點 微微的抹茶味的 甜甜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澱粉的甜 還是它本身的抹茶的甜 阿倫就不太知道了 不過呢整體來說呢 目前吃起來感覺 它還 不難吃耶 對 它並沒有像阿倫 一開始想像說可能是那種 暗黑 暗黑料理 暗黑口味之類的 實際吃起來呢其實還蠻OK的 那我們來吃吃看它的這個 章魚 章魚也蠻有那種 嚼勁 還不錯喔 好那我們現在 就繼續把它吃完吧 來 いただきます 阿倫 完食 對 哇 然後阿倫後來其實有看到 它其實並不是完全的抹茶 抹茶口味 它其實是有那個 抹茶 有抹茶風味的 海鮮 口味的泡麵 對沒錯它其實主要的味道呢 是海鮮的口味 所以我們才會在裡面有看到一些 像是章魚啊 或是 一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自己吃起來的感想 阿倫的感想呢 是覺得說它的抹茶味呢 並沒有阿倫一開始想像中那麼濃 我本來一開始想像的時候 可能是那種 很濃很濃的抹茶味道 那種吃起來感覺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感覺 不過其實呢 它的抹茶的味道呢 我自己呢 是覺得說它只有在那個麵 麵裡面呢 有一點點的 那種抹茶的味道 然後至於它的湯呢 其實是鹹的 就是像它上面寫的 就是它其實是海鮮 海鮮口味的湯底 而且它的那個 章魚片 章魚那片 阿倫覺得非常的好吃 咬起來還有那種 嗯 嚼勁那種感覺 阿倫還蠻喜歡的 好至於這一款 泡麵呢 其實它是應該 阿倫覺得它應該算是 期間限定的泡麵 所以可能最近 如果你們有來日本的話呢 也不妨可以去日本的便利商店呢 去找找看 看看有沒有這一款 泡麵可以吃吃看喔 阿倫是覺得說 還蠻好吃的 對沒錯 以海鮮口味來講呢 我覺得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不過它有點淡淡的抹茶香 嗯 至於喜不喜歡的人 我覺得這應該就見仁見智了 阿倫自己本身是覺得還不錯 所以在這邊就推薦給大家囉 而且阿倫後來仔細的看一下它的包裝 覺得它的包裝非常的有意思 給大家看一下喔 其實仔細看的話 阿倫是覺得說 它還蠻有點像是那種 把日本的所有元素呢 都放在裡面 像比如說富士山啊 然後這邊有一個 嗯 招財貓有沒有 然後這邊很多很有日式風格的 像是這個 像是穿和服的女生啊 然後日本的雷神之類的啊 而且呢 它還有一些 像是後面呢 這裡 還有忍者有沒有 忍者家族騎腳踏車 也非常的可愛有沒有 然後下面這邊有相撲選手 所以它這個真的是把所有的那個 日本的風格的東西呢 幾乎都 聚集在這個包裝上 還蠻有意思的喔 好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這個 阿倫吃這個 CAP NUDOR 所推出的 抹茶風味的 海鮮 泡麵的 紹介でした 阿倫Channel 只要是跟大家介紹阿倫 在日本的一些 所接手的 像日本一些有趣的產品 然後像今天這種 日本的便利商店 或是像超市所賣的一些 特別的商品的介紹等等 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 來追蹤阿倫的第一手影片資訊喔 若是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這個影片按一個讚 或是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還有呢 這邊呢是阿倫的Facebook粉絲頁 跟阿倫的Instagram 有興趣的人不妨去追蹤一下阿倫喔 還有呢 這兩邊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だ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抹茶口味的泡麵阿倫 還真的是第一次吃啊 還不錯